一身銀色鏡面妝火辣登場 溫蘭日前現身北京加盟新中家 衣服場就秀出好身材 不要把這套衣服穿上身 可是得背一番功夫 你今天這套衣服 我不知道大家坐在台下 看得明不明白 我站在這兒是特別的尷尬 我不知道該看哪裡 因為哪裡都看得到裡面 這其實很難穿 是不是 它其實一塊一塊都是壓克力 對 很像零翅那樣 但穿上去的時候 它是臨時的感覺 不只有百萬禮服 穿脫出女王氣勢 七弄家還請來同分師兄 吳祁龍站台 加和劉獅獅的戀情 卻反倒被主持人拿來調侃 看到祁龍就想到梅雨季 都詩詩的 詩詩的 梅雨季不是詩詩的嗎 奇怪 我說的什麼了 那溫蘭跟詩詩交到河裡 你救誰呢 我救你 很好 這個答案我喜歡 你一定是第一人掉下去 對 我一定淹死 拜託你救我 就怕戀情模糊焦點 吳祁龍趕緊送上駿馬圖 祝福溫蘭的事業 能夠萬馬奔騰 還當場清點他 成為戲劇主題曲的御用主場 溫蘭要有吃虧的話 可以幫我們唱很多 好耶 唱個主題歌 對 不要說你自己唱嘛 對不對 沒錯 很開心可以之後 他也邀約就是之後 可以在 你會在他的戲劇中 然後可以跟他 就是幫他唱他的 電影的主題曲 或是戲劇的主題曲 那我也很期許自己 在未來的時間呢 可以在戲劇上 音樂上 可以有很好的作品 帶給大家 加盟新東家 溫蘭也將展開全球巡演 預計唱進20個城市 11月起從北京開跑 明年初再唱回台北小巨蛋 努力拓展事業版圖 完全樂三號報道